这丰盛的吧 干嘛呀 小星啊 这都是你做的 不知道合胞罢胃口 别站着了 赶紧做吧 好好好 做饭怎么了 他怎么办 他没事呀 来 尝尝小星做的菜 怎么样 味道不错 我们来碰一下吧 好啊 祝贺你们牛转局面 来 这次薛琪呢 进步还真不小 小星啊 既然你也来了 就多住些日子 过两天 我去把薛琪的妈也请来 我做做工作 薛琪呢 也做做工作 都是一家人马 有什么不能互相接受呢 为什么不能相亲相爱呢 小星啊 你现在的身体最重要 你也可不得了 可是我们丁家的宝贝啊 丁家的宝贝 对 爸 是这样 做工作没问题 我们应该去做工作 但是 如果我妈妈她 实在是不愿意回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别强迫她 对 妈回来以后 我住宾馆就好了 好 我跟你一起 你住家里啊 跟你一起 不行 你得陪爸妈妈 住什么宾馆呢 不至于啊 听见没有 不要再这么说了 对了 爸 说件正事 我觉得在西家 给咱们答复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对吧 不如就明天吧 我想去找一趟范叔 找你范叔 范总汉 对 应该去 我现在也正在 准备请律师团 一旦协商不成 上了法庭 就需要有一个 强大的律师团队 说实话 这笔钱哪 我只能找你范叔借去 不过她也答应了 你去见见她呀 也更好 当面表示感谢 不过小幸儿 就不用去了 你范叔这个人哪 对以前的事还是有点成见的 我知道了 对 她不去 她不去 好 来 咱们喝一个 谢谢小先生的菜 做得不错 薛妾 你爸爸这次是不是遇到大麻烦了 对 她特地让我过来表示一下感谢 说您慷慨解囊 愿意帮我找律师 当时我试一口答应下来了 可是后来我一问呢 我账上也没那么多钱啊 薛妾 另外我告诉你啊 就算是请了律师 这个事我也觉得 得打水漂 是否有 其实我提出了一份和解计划 西家正在思考 您看一眼 这是提案 我相信他们会接受的 这一份和解计划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希望不大 这就问了 你到底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门不当户不对 爷们 这是两码事 爱情 我会就说 你会见到这两个人 一天 我没人 这是了 你 我会见到这一场 可能会见到这一场 这一场 我会见到这一场 就会见到这一场 我会见到这一场 有关心的 我们会见到这一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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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